换刀手柄跟套筒准备好 然后关闭电源从空开这个位置关 然后先把这个显示屏造壳先拆掉 显示屏的关机线拆掉 这个机停开关拆掉 下面这个锁拆掉 关闭电源从空开关 关闭电源从空开关 能够呢 继续 123开始了 不用我没关了 中间的节奏好了还没事 现在拆掉以后打开电源 打开电源以后把换刀开关打开 然后再拆掉 这个时候我们先把最左边的锁和螺丝先拆掉 固定刀片的螺丝先拆掉 然后换刀开关关闭 然后换刀开关关闭 这个时候我们拆掉有缺口的螺丝一样 然后再拆掉 然后再拆 把锁和螺丝先拆掉 然后把锁和螺丝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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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换刀手柄松一点 好 把锁和螺丝拆掉 刀柄松一点 刀柄松了以后 往右边来 从这边斜出来 下面先放个纸 切一下 它没有切断 然后这边 设置 1把它调到深度调到2 确定再切一切 这边断了 这头没有断 然后换到开关再打开 把它切到下面来 把这边的螺丝锁紧 好 这边的螺丝松半圈 好 然后这个刀背上 这个位置有顶丝 这个地方有一个顶丝 顶丝顶座 把这头转个半圈 然后螺丝稍微锁紧一点 这时候换到开关 再关闭复位 然后再放上纸 换到开关关闭以后 它这个切刀深度就自动归零了 要再把它调回来 刚才是二 再调到二 确定 再切一下 这就刚好 这就断了 这个是调刀平行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换到黑关 打开 再切下来 把最左边这个螺丝把它拧装上 拧紧 所有的螺丝全部拧紧 然后这个上面有一样 有三颗顶丝 拧紧之后 把这所有的顶丝全部拧紧 然后再把换到开关 关闭 然后再把切刀深度 再调到二 因为我们刚才是调到二才切断的 确定 再试一下 好 这个刀就好了 换好了